7月6日是美国向中国发动贸易战一周年 日本、专题、传媒整理中美两国和国际机构数据发现 自去年7月6日两国互向对方进口货品加征关税以来 至今年4月底中国对美出口较前一年同期减少180亿美元 1.403亿港元 而同期美国对华出口则减少230亿美元 1.793亿港元 显示美国在关税战首年 损失大过中国 媒体指两国企业因此调整产业链 全球贸易布局或有重大改变 日美指 由去年7月到今年4月 受护争关税影响的中国对美出口货物总值 较前一年同期减少180亿美元 跌幅14% 相当中国对美全年出口3% 而美国对华出口货物总值按年减少230亿美元 狂跌38% 相当于美国全年对华出口15% 报道指 美国对华出口在贸易战爆发立即减少 因中国主要对从美进口的农产品和化石燃料加征关税 中国可扩大从巴西 俄罗斯 沙特阿拉伯等国进口已做弥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